杨天真曾说起朋友房琪给他的感受就三个字,多接近。 自从他认识房琪后,他就会时不时地找他连个脉,和他一起拍视频或者找机会聊天。 杨天真感叹,房琪身上自带了积极的能量场,当他感到这种积极,富有魅力的生命力时,就会忍不住想和他处于同一频道。 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,人与人的交往,本质是能量的流动互换。 情绪价值高的朋友,是你重要的能量来源,和他们在一起,你将获得一种无声的滋养。 1.和情绪价值高的人在一起,少烦恼。 电影《触不可及》中,白人富翁菲利普因一次跳伞尸骨瘫痪,急需找一位护工来照料自己。 他聘请过很多高级的护理人员,但他们无一例外,连一周都没待上,就被他辞退了。 反倒是一个野蛮,粗鲁的黑人,德瑞斯,留了下来。 原来,其他护工都把菲利普当作昂贵的机器,小心翼翼地照料菲利普的身体,却对他的情绪视而不见。 这使得原本就郁郁寡患的菲利普更加压抑。 而德瑞斯不同,每当他心情糟糕时,德瑞斯就带他兜风,叫他撩妹。 看艺术剧时,别人都是一脸平静,德瑞斯却因演员滑稽的模样,笑得前仰后合。 即使是庄严的古典音乐会,在他的解说下也变得生动有趣。 有德瑞斯在的地方,总是充满了欢笑。 菲利普也在他的感染下,变得乐观开朗,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。 人与人之间的快乐是会传染的。 人生不如一之事,十之八九。 但和情绪价值高的人在一起,即使是暗淡无光的日子,也能感受到暖意融融。 德瑞斯的出现,改变了菲利普的生活轨迹。 这不仅是因为德瑞斯能够带给菲利普欢笑,更重要的是,他让菲利普感受到了尊重和关爱。 菲利普不再只是一个需要护理的病人,而是一个有情感,有需求的人。 德瑞斯用他的幽默、乐观和无畏,打破了菲利普内心的尖兵,唤醒了他对生活的热爱。 这种情绪价值的传递,不仅仅局限于电影中的情节。 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会遇到情绪价值高的人,他们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鼓励和支持。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,他们用积极的态度感染我们,让我们看到希望。 当我们感到失落时,他们用幽默和关怀,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。 情绪价值高的人,不仅能带来欢乐,更能帮助我们克服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 二,和情绪价值高的人在一起,少怨言。 寻子曾说,彭生麻中,不服自职,白沙在孽,与之俱黑。 你处在什么样的圈子,就会变成怎样的人。 知名创业导师达瑞斯弗鲁讲过一个故事。 他有一位朋友,是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。 在他的带领下,公司销售团队的业绩一直不错,连续五年都实现了高速增长。 可第六年,整个销售团队业绩却严重下滑,只因朋友招了一个新人。 那个新人的履历非常不错,工作能力也很强,但就是有一点,特别喜欢抱怨和挑刺。 他吐槽公司的规章制度,埋怨领导分工不明,抱怨客户太过挑剔, 为时就拉着身边的同事闲言碎语。 久而久之,原本积极向上的销售团队也变得唯靡不振。 企业家吴博凡说,公司选人应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,不要混蛋。 他说的混蛋,是指那些在公司中散播不良情绪,浑身充满负能量的人。 这些人身上的负能量会像黑洞一样吞噬掉整个公司。 而保全公司最好的方式是一开始就将它们拒之门外。 不只是公司,对于生活中负能量爆棚的朋友也应该如此。 情绪传染比病毒传染更可怕。 当你周遭满是负能量的朋友时,你也会变得颓废堕落,四处抱怨。 但情绪积极的人会给你带来热情和能量,即便身陷泥泞,你也能迸发向上的力量。 达瑞斯俘虏的朋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果断地对团队进行了调整。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包括定期的团队建设活动,鼓励员工之间的正面交流,并且最终不得不让那个喜欢抱怨的新员工离开公司。 这些措施逐渐恢复了团队的时期,业绩也重新回到了正轨。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因为他们的存在不仅能让我们少些抱怨,更能激发我们的潜力,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依然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三,和情绪价值高的人在一起,少内好。 心理学教授大卫霍金斯说过,一个正能量的人,他的磁场会带动万事万物,变得有序和美好。 当一个人内心美好而有力量,靠近他的人也会变得温暖上进。 大兵曾在书里提到过他此生最难忘的朋友,包先生。 包先生温暖细腻,总能察觉到他低落的情绪,把他从自我斗争中解救出来。 大兵每年写作都会有一段自我否定时期,那段时间,他恨不得写完一篇删一篇,每天都想把笔记本砸烂,想毁掉书,约赔了为月金挺笔。 即便和朋友喝酒吃饭,他也开心不起来。 但包先生知道后,没有语重心长地炫导开解他,反而是拉着他开心地聊天。 聊他喜欢的大兵书中的人物,逃婚的小服务员樱桃,少年背负白马列珠,万里旧母的大洋,翠湖变着小米辣,边聊边讲述他被哪个点感动了,在哪个点有收获了。 最后,他才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兵,不要回避你的悲悯,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,有情有义的人。 只管如实写下来,千万别去否定自己写的东西。 后来,每当大兵打退堂鼓,包先生就变相地给他信心,摇旗淡不呐喊。 大兵说,包先生就像他的加油站,他总要定期去加个油,或许每个人都会深陷内耗的泥脑,但一个情绪价值高的朋友会拉你一把, 带你逃离自我否定的怪圈,去做正确而有价值的事情。 他们的一句鼓励,一个拥抱,就可能平复你焦虑的内心。 和他们在一起,你会重拾肯定自己的底气,也能拥有避免自我内耗的勇气。 四,和情绪价值高的人在一起,养好脾气。 作家沈从文年轻时血迹方刚,喜欢意气用事。 沈从文到大学任教后,刘文典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骂他。 他虽然没有当场回击,但也非常气愤,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。 不料,这话被朋友胡适听见,胡适连忙制止他,告诉他使不得。 在一个学校共事,撕破脸皮,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。 做好自己的学问,别人才会无话可说。 沈从文听后觉得有理,这才放弃找刘文典,转而把精力放在创作上。 后来,沈从文没事的时候,就去找胡适聊天或者写信交流。 胡适的脾气好,情绪稳定,对外界的批评,辱骂都能一笑致之。 而沈从文也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越发稳重,对他人的恶言怒语也能从容一笑。 作家张岑西说,把冲突和矛盾扼杀在摇篮里,是一门学问。 生活不乏垃圾人和垃圾事,但情绪稳定的人,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。 和他们在一起,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,即便遇到了烂人烂事,也能有不纠缠的智慧。 情绪价值高的人,他们的存在就像一股清流,能在不知不觉中滋润身边人的心灵。 他们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,不轻易被外界的纷扰所左右,能够以一种平静而坚定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 和他们在一起,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也变得更加稳定,处理问题时更加冷静和理智。 网上有一则提问,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相处?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,四清风,如旭日,抚你衣裳风尘,让你三冬暖,春不寒。 一个人的情绪价值,就如旭日清风,滋养身边人的心田。 请选择与高能量的人在一起,也能为他人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